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下阿诺强调 也将此事交由警方全权处理 政府不会干预 新古毛区州议员李季香今天出病 超过200名行动党领袖 党员 亲友等齐聚一堂 送别最后一程 配合今天是我国第217届警察日 国家元首兼最高警察荣誉总监 苏丹伊布拉云发文 向大马警队和退休警员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和平方面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激 陛下通过脸书发文感谢所有警员 包括退休警员 为维护人民福祉 所做出的贡献及服务 同时陛下也向已经离世的警员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并表示愿逝者安息 且长眠于信徒与烈士之间 最后陛下也祝贺所有大马皇家警察成员 以及退伍警员迎来第217届警察日 为了让警员和家人能够拥有舒适感 首相德西亚诺下令加快维修 全国各警局总部和警察宿舍 所有维修工作需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发出大规模拨款 改善警队和武装部队的住宿问题 我认为了阅警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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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善警察成员 要改善警察成员 和国政府的贡献及服务 要改善警察成员 和安全性能够取得 成员的阅警察成员 和平常的贡献及服务 要改善警察成员 和国政府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了阅警察成员 首相阿诺今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 出席第217届警察日庆典致辞时 这么表示 他说,全国各地一些警局总部 及警察宿舍 启用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由鉴于此,他下令在年底前 必须完成警局总部和宿舍的维修工作 以便能够在今年内 改善警队的住宿和工作环境 首相透露 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发出大规模拨款 用作改善警队及武装部队的住宿问题 另外,首相达德莎诺 针对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 政府已经将此事交由警方全权处理 因此不会干预相关的调查工作 首相强调 执法当局必须根据法律 采取最严厉的对付行动 同时不会对侮辱宗教的行为妥协 另外,KK超市执行主席 Dato Sury 蔡自全等人 明天将就此风波上庭面控 首相在第217届警察日庆典上表示 KK超市真竹瓦风波 应交由专业的警方调查解决 而不是仅凭靠个别激进群体 采取的行动 首相重申 政府不会介入任何相关的调查事宜 不过,政府仍坚持不容忍 侮辱宗教行为的立场 尤其是涉及我国联邦宗教 伊斯兰教的行为 对此,首相呼吁警方 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 以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唯利事件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智慧治安秩序上 警察依较依法行使职权打击犯罪 做出重大贡献 全国警察总长丹西瑞沙鲁地表示 警队如今跟上数码时代的步伐 随身携带摄像机、数据分析平台 和智能手机进行巡逻等 以加强警队的服务 配合今天是大马皇家警队成立第217届 本台记者特别走访了全国副总统 警察长中等人 以进步提升对我国警队的知识 从而提升对警队的形象 随着时代的进步 警方如今也配备高科技器材 加强警队服务 这些设备和科技可帮助民众 提高对警队的信任 并解决针对警队贪污 以及各种负面的指控 为了促进警民关系 大马警队也推行各种举措监警员的行为 其中包括培养透明度及问责质 进行有效交通教育和提高风格的意识 我们看到很多事件被警队 有些事情被困了 有些事情是不够的 但警队就完结了 工作与警队和社会 是一个事件 要继续执行 既然要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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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为了打击犯罪案 民众应当警方的耳目 共同负起社会的安全责任 同时 警方也能借此树立正面的形象 与民众建立零距离的关系 这以警方日警民不分离的主题 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 大马警队也将时刻保持警惕 通过强大的适应能力保家卫国 RTM报道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达斗埃曼认为 目前对房地产市场实施的干预行动 足以克服住宅物业滞销的问题 因此 现切段无需征收 房产空置税 Ini disokong oleh data daripada laporan pasaran harta suku ketiga 2023 yang telah dikeluarkan oleh NEPIC yang juga menyatakan bahawa aktiviti pasaran harta tanah menunjukkan pertumbuhan 22.6% pada nilai di mana prestasi aktiviti pasaran sektor kediaman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sebanyak 5.6% berbanding tempoh yang sama tahun sebelum ini dan kerajaan juga berpandangan bahawa buat masa ini 此外 埃曼表示 截至去年9月末 全国27万4258间 可负担房屋单位已经完工 占政府立下50万间 可负担房屋目标的54.8% 根据国家房屋政策 国内可负担房屋价格 限制在30万令吉或以下 但各州政府 可不接受该房屋价格限制 随着政府宣布 重启国民服务计划撒打零后 相关的培训课程 逐步敲定 所涵盖的对象包括 中学生 大学生 和没有继续升学的青少年 对此 国防部副部长 Adelie Zahari指出 该计划预料将在2025年落实 而相关的培训课程 将会配合参与者年龄而制定 阿德里 Zahari 是在国会下议院的附加提问环节 这么回应 他说 该部必须按照年龄层和时间段 来制定培训课程 以便更好地实施这项计划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副价指出 与2022年相比 今年的统制品生产及分销的数量 有所提升 尤其是白糖供应 另外 随着每公斤 一令吉45仙 普通面粉罚人问津 因此 政府被迫取消其补贴 不过政府并不会完全取消 普通面粉的补贴 反之 已经将面粉补贴 纳入慈米散计划内 该部透露 2022年的补贴使用油产量 为5万5千吨 至于去年的补贴使用油产量 在一个月内可高达6万吨 为了扩大国内的网络覆盖率 空讯部长发明指出 固定宽带网络的存在 可以帮助位于偏远地区的 光纤电信塔进行传播 通过这项计划 政府方言在2025年 显著提升农村 以及偏远地区 通信基础设施的水平 第三个是 技术仍然很有趣 但仍然更有用 但仍然名为 direct to cell 或 direct to device 在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全国有2395座新建信塔 以竣工并投入运营 目前全国已完成 39983个发射站的升级改造 探马气象局发布热浪一级警示 涉及的地区包括吉达 霹雳 吉兰丹 彭亨 马六甲 柔佛 沙巴和沙拉越 意味着这项地区将连续三天 出现高温天气 另外 由于吉兰丹近日以来 持续出现酷热天气 导致化妄生数个原住民村 面临水源短缺问题 并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带来严重影响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同时 瓜拉伯迪斯重组村中的三千多名特米亚原住民也面临着同样挑战 为了应对问题 居民正在积极寻找代替水源 其中包括从伯迪斯河获取水源 此外 半岛29个地区正处于一级戒备状态 其中包括瓜拉吉赖 日里和巴西马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感谢他过去对党和国家的付出 李继香出病已是今早十点在吉隆坡富贵生命馆执行 在陈修胜牧师带领祷告和唱诗歌后 全体出席者默哀一分钟 随后由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 以及李继香丈夫李正辉进行追思致辞 他根本没有想要再做再去前线的地方 想只是在后面默默 但是时事照不朽 让他走在去前线 他是国心狗达 从再远转型带到再吵 从一个最大的反对党政党 成为在我们团界政党 在当前的最大的党 感谢李继香同志的付出 还有对党的贡献 上次一天来 把对党的重心 对党的所有的付出 我们非常的怀念 也非常的感恩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多重置 站在这里 送他最后 完成 在出殡仪式前 牧师带领出席者进行祷告 随后开放沾仰仪荣 让大家与李继香做最后道别 行动党以党旗为李继香盖棺 同时在出殡时 用十只党旗为他送别 场面弥漫着悲痛和哀伤的气氛 李继香在本月21号与世长子 得年58岁 他于2013年中选为新骨毛州议员 并在2018年和2023年 蝉联成为当地州议员 不料他在第15届雪州选举结束后 传出病危 然而李继香抗癌多年 最终还是不敌病无民事 RTM采访报道 经济部长Rafidi指出 截至昨天晚上11点59分 主数据库巴度的注册人数 已经从本月17号的540万人 增加至770万人 部长表示 这趋势显示主数据库系统 有望在本月底截止日期前 收到超过过半人口的注册比率 Rafidi发文告指出 主数据库系统的注册率 在过去一个星期出现激增趋势 最新数据显示 近日登记主数据库总数当中 有35.1%的登记率是18岁以上人士 随着截止日期越来越靠近 主数据库系统每日的注册人数 预料将大幅增加 对此Rafidi呼吁民众不要等到最后一刻 才注册主数据库系统 以免出现无法获得援助及补贴的风险 科学工业与革新部长 郑利康指出 通过第十二大马计划 我国政府放眼明年吸引 55%的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 就读技职课程 部长表示 独大教育机构与各国合作伙伴 将提供总值1000万令吉奖学金 保送500名大马学生到中国深造 确保我国青年掌握全球就业市场技能 根据马来西亚人力资源发展基金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仅有28%的工人被列为熟练工 60%的工人被归类为半熟练工 而低技能工人则为12% 郑利康表示 随着全球新科技的蓬勃发展 企业对高技术职员的需求日益增加 对此 为了确保新一代制备进入全球就业市场 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 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落实技职教育 第十二大马计划 发展在2025年 吸引55%的SPM或同等学历毕业生 就读机制课程 更希望在2030 把百分比再提高至60% 然而 根据马来西亚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HRP Corp的数据 马来西亚目前只有约28%的工人 被列为手练工 60%被归类为半手练工 以及12%为低技能工人 他是在吉隆坡出席 2024年独大马中职业教育展知识启蒙 科技领航开幕仪式时 这么表示 他说 此次教育展得以帮助国家 进一步实现2030年成为先进国的目标 因此 他希望无论是政府或相关私人单位 踊跃举办更多类似的职业教育展 RTN采访报道 那么多类优优优独播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ualan Rahmah Madani Jangan lepaskan peluang ini Jom kita nikmati diskaun 10 hingga 30% dalam PJR Madani Macam-macam ada Rahmah itu berkat Jangan lepaskan peluang ini Jangan lepaskan peluang ini 柔佛新山日前发生一起家庭悲剧 一名32岁妇女涉嫌使用力气割喉杀害自己 一岁半儿子的青山孩子后 再将照片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WhatsApp发送给丈夫 残忍杀害青山孩子的妇女 随后被控谋杀罪 目前警方法官已经预令将他送往博麦医院 接受健康评估 柔佛总警长库玛指出 该名嫌犯本月21号 在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下 被提控上庭 法庭随后根据刑事法典第342条文 预令将嫌犯送往博麦医院 接受健康评估 这起事件16号下午1点30分 发生在巴西古当的一间民宅 一名32岁母亲涉嫌以利器割喉 致死自己年仅一岁半的青山儿子 事后还将儿子景象布满宣写的照片 传送给丈夫 事发后 警方针对此案传召10名证人录取口供 其中包括嫌犯的丈夫 家人和附近的邻居 马六甲野心县今天清晨发生一起致命车祸 一辆轿车相信是闪避不及 账上一辆从路口驶出的托格罗里 导致轿车司机伤势严重 当场死亡 随着遗体已经被送往野心医院进行解剖 至于托格罗里司机并无大碍 另外 针对网传托格罗里司机与死者为父子 关系的谣言 警方已经做出澄清 并表示两人没有亲属关系 据了解 这起车祸是在早上7点30分 在利伯家影工厂路发生 野心警区主任阿曼扎谬指出 事发当时 60岁的托格罗里司机从玻璃工厂出发 并在路口准备前往利伯家影 至于48岁的死者则是开着轿车 从利伯家影方向驶往玻璃工厂 撞上罗里后卷入托格罗里底部 由于死者头部受到重创 导致当场毕命 遗体已被送往野心医院解剖 至于托格罗里司机并无大碍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3条一款 即疏忽驾驶导致车祸条文展开调查 学邦一名未成年少年被母亲发现 脖子上出现吻痕 以及明显的红肿痕迹后 经过揭发一起失神恋 相关消息以及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 警方证实女教师对男学生性骚扰的贴文属实 同时也证实已经接获该名少年家人的投报 警方在完成调查报告之后 将交由副检察官办公室已获取进一步指示 另外介络部表示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绝不容忍旗下教育机构发生性犯罪行为 雪邦警区主任 湾卡曼入助理总监 方文告指出 该名少年的母亲是在去年12月12号向警方报案 审称当时仅有16岁的儿子 在与数学老师在图书馆温习后 脖子出现明显的红肿痕迹 文告提及 涉事的女老师37岁 目前是名数学教师和化学教师 警方援引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第14条展开调查 此外 武吉阿曼警察总部性罪案虐待儿童及家庭暴力调查组主任 西蒂康夏助理总监表示 警方早在去年12月收到投报 目前正进行调查 所有相关方都以便要求入供 包括该名少年和涉事的女老师 较早前 一名自称是少年家属的用户在网上透露 指少年的母亲已就师生练仪式向警方报案 并向区籍教育局举报 然而 该名女教师被调到另一所学校之后 依然与少年保持联系 并且还私下偷偷在海滩见面 学者教育部表示 严正看待此事 并且将根据现有指南采取行动之后 该名少年的母亲也证实 教育部已经与她安排会面 而她也将向该部讲述事情的始末 上个星期 击打两名男子企图通过海路 贩运毒品出境 并被执法人员试破之后 弃船跳海潜逃 留下10包重达10.5公斤的冰毒 市价约34万7千令吉 击打关税局主任Noisa指出 执法人员本月20号傍晚6点30分 在哥达瓜拉姆达一个码头 发现一艘没有注册的可疑船艇后 暗中埋伏 并在两名行机可疑的男子开船时 立刻上前追捕 不料两名男子发现执法人员后 随即跳入海中弃船逃走 船上留下一个黑色包包里 藏着10小包疑似冰毒的毒品 初步调查 毒贩企图通过海路将这批毒品 运往一滴 以便获得双倍的收入 这批被充公的冰毒重达10.5公斤 可供10万人食用 关税局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条B款条文 展开调查 除了这批冰毒外 该局也充公价值 22万5千令吉的船艇 连同冰毒总充公额为 57万2千令吉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所有内容 我是黄文柔 感谢收看 Salamu alaikum wa dhani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